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 周恩来直接领导创作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 他曾26次组织会议或清零现场进行指导 从舞台背景到台词脚本 都经过周恩来的斟酌和把关 在讨论中有人提出 既然全剧不能越过八一建军节 那么应该专列一场 以表现周恩来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 没想到周恩来说 应该重点歌颂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 这是我党第一支工农武装 南昌起义就不要专门表现了 最后由周恩来亲自执笔 将这部分内容农村为一句话 南昌起义的枪声 响起了第一声春雷 而之后所有关于南昌起义的朗诵词 也被他删改为 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 点燃了最亮的火炬 周恩来严格遵守 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原则 绝不突出个人 严禁对他歌功颂德 和其他领袖多有诗作流传后世不同 周恩来在外出参观名胜古迹时 一概拒绝留下墨迹 今天的人们所读到的周恩来诗作 大多是他作于青年时代 后来渐渐忙于正式无暇写作 更养成了一个习惯 不留诗作于后人 事实上从1928年到1932年 中共第四次反围剿 周恩来是全党的实际指导者和组织者 但他从来没有当过民意上的一把手 1932年中共中央让周恩来 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他不但没有接受 还两次提出让毛泽东出任 他从未向顶峰发起过挑战 没有想过要对毛泽东取而代之 他对毛泽东尊重备质 通常讲话的开场白都是 我代表毛主席 他从不自我夸耀 把自己看成是头号人物 周恩来微妙地将中国传统如是的 温文尔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积月情怀给予一身 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 他的形式风格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 英国作家迪克维尔逊 曾提出一个令他自己困惑无比的问题 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中 他一贯地帮助别人升到顶端 而自己却始终拒绝这顶桂冠 我的家庭几代祖先也是少姓师爷 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 也是师爷 师爷又称幕僚 谋士是旧时政府部门的佐治人员 在官场与社会中的作用极为重要 牧主将他们视为左右手 唯以重任不可或缺 周家的传统是否影响周恩来退让 不争的从政心态 人们不得而知 但是他的确如祖辈一样 韬光养晦 就像他在诗中写到的那样 作家连农卓 急流让而闲 从遵义会议前后到周恩来逝世 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合作关系 维持了整整四十年 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人的性格气质 截然不同 毛泽东主要扮演政策制定者 和精神领袖的角色 而周恩来则是谨慎的执行者 新中国内政外交的大管家 后人曾这样评价二人的合作 谋事在谋 成事在周 毛主席是搞战略的 我只能搞点技术 当助手是否当得好 还没有把握 他们两人的关系 最恰当的说法是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周恩来为人低调 谦虚谨慎 他的这种行事风格 正是开展情侦工作 部署地下战线 所需要的基本素养 1921年 周恩来在巴黎刚刚加入共产党 就受托秘密开展 政治和组织工作 为共产党物色新成员 为了躲避法国警员的搜捕 周恩来学会了扮演各种角色 有时向比较富裕的学生 借衣服 以显得自己阔绰 有时又穿上工装裤 在不同的工厂做临时工 目的是与那里的中国工人接触 寻找对象 发展他们入党 1924年8月 已经是中共旅游支部负责人的周恩来 从法国回国 年仅26岁的他 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凭着出色的谈吐和优雅的风度 周恩来打开了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的沟通之门 而一条看不见的地下战线 不久后 也在周恩来的部署与掌控之中 悄然拉开 1925年8月 主张联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 廖仲凯被右派刺杀 政治局势开始变得微妙 于是周恩来 陈庚等人 在国民党内发展内线 中共最早的情侦工作 由此开始 然而刚刚成立的中共情侦组织 由于缺乏核心决策情报 灵机应变能力明显欠缺 1927年 蒋介石发动的412政变 还是令中共中央措手不及 大批干部和群众骨干被捕杀 从上海脱险到达武汉的周恩来 痛定思痛 于当年11月 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 这也让中国共产党的专职情报机构的建立 要早于国民党 那时的周恩来也许不曾料到 自己与早年种下的种子将长成参天大树 并于危机时刻让中国共产党化险为夷 恩来经验丰富 主张未雨绸缪后发之人 先走一步 现在就着手下贤其不冷子 你就是恩来筹划的贤其冷子 如果一直闲着冷着 于大局痊愈无损 如果不闲不冷 于大局痊愈有利 作为闲有的战功显赫 而又全身而退的谍报人员 熊向辉无疑是周恩来情报生涯中 最为精彩的一笔 在安排熊向辉打入胡宗南部队时 周恩来特地托人对他说 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交 零抗物卑 卑就被人轻视 难以有所作为 但也不易过亢 国民党情况复杂 要适应环境 同流而不合污 出淤泥而不然 不论何时何地 处事绝不可交 交就会麻痹大意出问题 必须谨慎 在周恩来的精密指导下 熊向辉在胡宗南身边成功潜伏12年 直到1943年 这枚贤旗棱子一下暴击将军 熊向辉将胡宗南进攻陕北战略部署的情报 传送延安 直接导致国民党闪击延安的计划告白 毛泽东后来大赞熊向辉 说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 那几年国共争锋 几乎每一个国民党部队里 都有周恩来的卧底 周恩来运筹帷幄之下的中共情报网 用后人的话说 抵得过雄兵百万 后来谈及周恩来在秘密战线上 十多年的经营 毛泽东这样评价 这个时期 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隐密 高危 单线联系 这些情侦工作的职业属性 使建立这条地下战线 好比制作一张看不见的网 全靠一针一线编织 步步为营 情侦战线斗争的复杂程度 远超出常人所能想象 这需要坚定的信念之称 和常年的勤勉相随 而周恩来 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十二岁那年 周恩来去沈阳会他的伯父 伯父曾嘱咐他不要去租界玩 出了事儿 没处说理去 周恩来不解一再追问 伯父叹了口气道 中华不振呢 后来他在租界的所见所闻 证实了伯父的哀叹 这件事在年幼的周恩来心中 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在后来的修身课上 当校长问大家为何读书时 同学们有说为名礼 做官赚钱吃饭 而周恩来都定的回答道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周恩来于1913年入南开就读 三年后 18岁的周恩来 被曾做过清朝的汉林和学部侍郎的 南开校府严修相中 要任他做女婿 当时的周恩来表现优异 被严修张伯林视为宰相之才 并免除其学杂费 他也是南开当时唯一的免费生 然而 面对这一门许多人求之不得的轻视 18岁的周恩来却谢绝了 他说 我是个穷学生 假如和严家结了亲 我的前途就一定会受严家支配 因此辞缺了 1917年 一心就国的周恩来 以平均89.72分的成绩 从南开毕业 难得的是 严修对周恩来的词婚 不但不计较 反而给予他经济上的大力援助 促成周恩来前往海外求学 在欧洲的日子里 周恩来除了忙于课业上的学习之外 还用课余的时间开创了旅游中国少年共产党 简称 邵共 周恩来负责宣传工作 积极与中共中央联络 1923年2月 邵共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 决定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周恩来任执行委员会书记 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 平常的人不过吃饱了 穿足了便以为了事 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 尽力社会 对于周恩来在欧洲参加了共产党一事 后来有人曾劝严修 不要再给周恩来以资助 但他不为所动 以人各有志奉达 继续寄钱给周恩来 对此周恩来感念不忘 用精进克免来回报严修的知遇之恩 周恩来在年少时代养成的刻苦精进习惯 在新中国成立后愈演愈烈 发展成劳模型的工作常态 当被选为中国国务院总理之后 周恩来每天睡眠多则三四个小时 少则一两个小时 却仍然精力旺盛 其身体素质之好令人称奇 即使在晚年饱受绝症折磨的日日夜夜 周恩来依旧保持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强度 我注意到在一些时间较长的会谈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谈双方的年轻人逐渐感到困倦 翻译也显得语调不清了 但七十三岁的周恩来却始终反应敏捷 态度强硬和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他也不会把问题留给他的助手 而是在当天休息的时间里或晚上 亲自与基辛格一起去完成他 第二天早晨 他看起来就好像刚从乡间度过周末归来似的 又以旺盛的精力去解决重大的问题了 凡事鞠躬尽瘁的周恩来 对团队的要求也从不懈怠 五十年代的一天清晨 周恩来和几位高级干部 在西郊机场送别来访的柬埔寨亲王西帕鲁克 按照当时的礼仪 飞机离开时 要在机场上盘旋一周 以示告别和感谢 而就在飞机起飞往回转向之时 周恩来发现 两位高级干部因为天气寒冷 已经跑回后级时 等飞机远去了 周恩来派人把那两人叫了出来 生气地说 你们这是看不起人家 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 要得到人家尊重 首先要尊重人家 某种程度上来说 周恩来的确以自己的形象 引导着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 从影响国际风云的外交大势 到大家都不太在意的细致末节 零零总总 周恩来皆势必恭亲 1964年 周恩来在苏联的谈判僵化 当时中苏关系非常紧张 但离开时 周恩来 还是向宾馆的服务员一一道谢 并送些小礼品 男的送至钢笔 领带 女服务员送块披肩 桌布 背面之类 还特意到厨房去对崔士元表示感谢 他会注意最细微的事情 例如当一个距离很远的招待员 泡茶时发出声响 他要翻译停一下 他亲自把麦克风 挪到旁边翻译坐席上 然后从座椅上向前探探身子 伸手把地板上的麦克风线拉直 似乎这些东西没有彻底放好 会令他感到不自在 在如今留存的影像中 我们看到的周恩来 都是衣冠整洁 举止得体 他不但要系好每一个扣子 哪怕只是米粒大的污渍 他都会马上用湿毛巾仔细地擦去 即便是在家里 周恩来也总是衣着严整 连领扣也不放松 据说周恩来就寝食 从外衣库到内衣库 他一定要从下往上 一件件跌放好 第二天起来又从上往下 一件件取来穿上 按部就搬 就好像面前有个摄影机 随时记录着他的一举一动 他理应永远保持自己的形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恩来的生活习惯完全是围绕工作 毫无规律可言 而邓颖超基本是正常作息时间 所以常常是邓颖超睡醒一觉 周恩来还在办公 除非请客 他们很少吃在一起 虽在同一屋檐下 但两人还得用写信打电话 这样的通讯方式进行沟通 邓颖超常常写纸条 让值班卫视送给总理 上面写 恩来同志你应该休息了 或你今天时间太长了等等 而周恩来即便万事缠身 也从不忽略爱人 有一次夜里开会 周恩来凌晨四点多才回家 他避开了邓颖超卧视方向的正门 改从小到绕行 而且动作极轻极缓 捏手捏脚 走进自己家中的办公室 然后才对工作人员解释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一生中 离别就像一日三餐般平常 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 并没有淡化这份至情 来 你走了三天了 我可想你的态 这回分别不比往回 并非西别深深 而是思恋阴阴 你走了 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意带走了 深深地吻你 轻轻吻你 你的超 超 今天是八月中秋 日近黄昏 云已东升 坐在一排石窑洞中的我 正好修写家书寄远 对月怀人 不知乎陀河畔 有无月色可烂 有无人在感想 在世俗的眼光里 邓颖超似乎与周恩来 并不符合郎才女貌的标准 据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秘书赵伟回忆 邓颖超也曾说过 周恩来当年追求他的举动 连他自己都有些纳闷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 当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 在天津学生界已很有名气 而在北洋直立第一女子师范读书的邓颖超 则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 用邓颖超的话说 他们两人初见时的感觉 是彼此都有印象 是很淡淡的 不过同样的场景 在周恩来的回忆中 却另有一番欢心 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 你第一个登台发言 给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那时的邓颖超丝毫没有将这个美男子 与自己未来的革命伴侣画上等号 周恩来曾指导他们演话剧 有趣的是 周恩来男扮女角 而邓颖超所在的学校没有男生 他就扮演男新门记者 不过邓颖超一直相信 那时的周恩来把他看成小妹妹 那一年他只有十五岁 后来在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中 被捕入狱的周恩来 策动绝食斗争时 是邓颖超率领一批学生 赶到警察厅示威声援 自愿要求替换狱中学生 一年后 作为197名副法勤工俭学留学生中的一员 周恩来前往巴黎 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副小当了教员 两人红艳往来 邓颖超在一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里 曾这样说 我知道他那时有一个女朋友 人长得比我漂亮 所以后来恩来跟我提出时 我根本就没往那方面想 邓颖超口中的这位女朋友 是周恩来在法国留学期间的女友张若明 后因志向不同而分手 双方仍以朋友相处 那时觉悟社的同志们都说 如果今后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 要结婚的话 他和张若明 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那是个美丽的姑娘 对革命也很同情 当晚决定现身革命时 我就觉得 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 它不合适 我所需要的是 能一辈子从事革命 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祖 和惊涛骇浪的伴侣 1925年8月8日 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的日子 没有仪式 没有高朋 有的只是平静的甜蜜 第二天一早 周恩来就出门了 他当时正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 仿佛从一开始 这就是一段注定了 巨少离多的婚姻 在艰难的革命生涯中 他们的两个孩子都不幸夭折 艰苦的条件 也导致邓颖超 失去了生育能力 可两人的感情却日久迷奸 以特定的历史时代 而落上鲜明的革命色彩 我们不是一见倾心 更不是恋爱至上 除了绝代风华的外表 邓颖超更被周恩来的才华所吸引 周恩来自幼尚武 钟情诗词 痴诚无常 可谓能文能武 动静皆宜 用今天的话来说 周恩来就是当时的男神 周总理非常喜欢跳舞 星期六晚上 他经常与贺龙 陈毅管科学的内容真一道 参加在中南海举办的舞会 当乐师们看到周总理 他们就变得兴奋起来 演奏更为欢快的乐曲 他给大家带来了轻松和欢乐 我们都争着跟他跳舞 我们对他说 跟我跳 跟我跳 他微笑着 轮流和我们一一跳舞 他喜欢跳华尔兹舞 妻子邓颖超 由于健康状况不佳 很少陪周恩来出席各种聚会 不过他也曾在给周恩来的信中 俏皮地描述了 他离开延安后 宝塔山下舞池的冷落 你走了 好像把舞场的闹热气氛一带走了 昨晚的舞厅却是冷淡而碱色呢 钟声未响十点 男女五星都散场回摇了 怎么散得这样早 我问 快垮台了 三元答 今天人不多吗 超富问 顶多不过二十对 女的少极了 我心里想 走了一个跳舞男星 就这样检色了吗 一笑 1972年5月 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 直到去世前 他先后经历了大大小小 十三场手术 几乎每四十天就有一场 这让邓颖超悲痛欲绝 却又不能在爱人面前表露 此时的周恩来应该已经明了自己的情况 据说在弥留之际 周恩来一次醒来后 与邓颖超手握手互相望着 他的嘴唇轻轻抽动 终于吐出预计心底很久的一句 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轻轻点头 同样回答道 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他们彼此握紧的手 用了用力 最后还是邓颖超说 只好都带走嘛 周恩来沉默无言 1976年1月8号 周恩来与世长辞 关于联合国总部破例 给周恩来将办起的故事 虽然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版本 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只有103个建交国的当时 收到了130个国家的党政领导人 发来的验电验函 几乎所有重要国家的报纸 电台都在第一时间 播报了这一消息 三天后 周恩来的遗体 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那天的北京 天灰蒙蒙的 又阴又冷 邻车沿长安街驶去 沿途站满了 送行的群众 足足十里之差 接下来为您播出 华润凤凰焦点关注